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晚8点都有高品质的飞标设计免费直播客里 在这个腾讯课堂等你来学习 好不好 好 兄弟们我们回归到课堂上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一台这个全自动的Can95口的生产线 那么这条生产线里它可以实现这个什么 一人操控而实现这个从上料到这个成品的这个出料 所以这条生产线的这个自动化程度非常之高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设备 它这台设备里有很多这个工序段组成了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工序段的话 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原材料上料工序段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进行这个鼻梁线压纹的这个工序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个私网印刷的这个印字工序 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溶接耳带工序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贴标签的一个工序 那么第六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口罩裁切 那么口罩裁切之后它就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这个可以九五口罩的一个成品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这个组成 也就是说它由什么 它由这个五个单机进行这个组成 其实相对来说应该是六个单机 因为印字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单独机构 因为其实相对来说 有时候我们把印字和这个容器耳带 它其实是作为一体的 所以刚才老师说的是五个 其实它相对来说是六个工序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构组成 所以这台设备的话 它的这个结构稍微复杂一点点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进行这个学习 那么我们要学到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它的这个流程的一个分析 也就是说它是怎么样实现这个什么 实现这个口罩的自动化生产的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是一个料价 那么这个料价就是放我们这个什么 放我们这个原材料的 那么这里的话可以放什么呢 放这个六个物料卷 是吧 那么一般来说通料注意 那么我们的口罩的话 一般是三到六层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什么 用这个其中几个就可以 根据你的口罩的这个层数 来进行这个使用 好 那么我们要看到 这里它进行这个上料的话 通料注意 我们去上料的时候 它要进行这个自动化的一个 什么工料的一个张景 是吧 那么它像这个上层的话 它就是进行的这个自动化的 一个工料张景 这里有个张景机构 是吧 这里有个张景机构 然后它实现了这个什么 口罩的一个折叠 那么假设的话 我的口罩有这一个六层的话 通料注意 那么这里一层 这里一层 这里一层 是吧 还有这里一层 它就是实现了这个什么 实现了这个一个折叠 通料注意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Cain95口罩的 有一个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鼻梁线 是在这个口罩的一个什么 口罩的上方的 所以通料注意 那么我们其中的一个五层 在这个下方的话 我们其中的五层 在这个下方的话 按照 我给我们画一下 稍微的这个画草一点点 是不是 那么我们的其中五层 在下面 但是我们有最后一层 它是包鼻梁线的 它就是走这一个上面的 来走到这一个鼻梁线的一个上方 好 因此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那么下面的五层 是吧 进行了这一个折叠 这里有一个什么 这一个压印的一个工序 是吧 进行这一个挤压成 一个口罩的一层 是吧 五层压为一层吧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要注意 那么它就进行这个什么 放鼻梁线 它第二个的话 是吧 那么这里的话 是我们鼻梁线的一个 自动的一个公料机构 是吧 那么实现的这个公料 那么从里面对 我们的鼻梁线是在上方 所以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通过这一个 它的一个推料机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鼻梁线推料机构 将我们的鼻梁线 推入到我们的口罩内部 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底下五层 是吧 底下五层 然后上面有一层 然后我们把鼻梁线 推进去之后 然后在这里的话 就进行了这个什么 超声波的一个焊接 是吧 好那么在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超声波焊接 超声波焊接 事实际上 我们要注意 那么有一些这个口罩的话 它会装这个呼吸法 所以这里有一个 焊接这个什么 焊接这个呼吸法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呼吸法 进行这个彩虹的一个工序 后续的话 进行这个什么 超声波的这一个 将我们的这个呼吸法 焊在我们的这个口罩基地上 所以在这里的话 进行这个呼吸法 哄的一个裁切 是吧 好那么最后的话 在这里还进行了 这个什么压紧管的一个压紧 是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什么口罩的 这个本体机的一个 本体的制作 是吧 好那么本体完成之后 它在这里的话 它要进行这个撕印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口罩基 同学们要注意 我们口罩的话 生产出来的这个上面的话 它是有这个logo的 比如说给你95 是吧 还有服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这里的话 它就是两边进行 这个什么撕印 那么两边进行这个撕印的话 它这里的话 是采用这个同步带 同步的 可以来回进行这个撕印 是吧 好那么撕印完成之后 同学们要注意 那么这就是的话 它就进行了什么 耳带的一个焊接 也就是说我们前后 耳带的一个焊接 这是我们的一个 耳带焊接工位 然后我们的耳带的话 它也是进行这个什么 自动化的一个工料 我们的料奖在这个上方 好吧 好那么我们进行这个什么 耳带焊接完成之后 同学们要注意 那么就来到了这个什么 贴标签的一个工序 那么贴标签的话 同学们要注意 那么我们很多的 这个市面上的口罩 它是内部贴标签 当然有一些可能没有 但这里的话 就我们传统的 这个贴标筋无益 它就是将我们 传统的贴标机构 进行这个组合 到我们的线体里面 实现了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内部的 自动贴标签 好不好 好那么贴标签之后 我们进行了这个滚压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滚压机构 是吧 滚压机构之后 同学们要注意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买到的这个 黑眼球五口罩 它是不是折叠的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在前面 它都是水平进行 这个输送 然后经过这个折叠机构 这里有个折叠滚的话 那么它就成了什么 成了这样的一个机构 也就是说 从水平的 变为了这一种 已经折叠了的 是吧 好那么折叠之后 进行这一个什么 进行这一个滚压 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我们的滚压轮 然后两个滚压轮 进行这个滚压 好滚压完成 照同学们要注意 那么这里有 到了什么工位 这里到了任何工位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口罩机的话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KM95口罩 那么这一个边 和这个边 它是经过了什么 经过了这一个热盒的 它是类似于 超声波的这种焊解 其实它是热盒 经过了这个热盒的 一个工位 然后将我们这个什么 将我们两条金线 进行这个热盒 是吧 好那么热盒完成之后 同学们要注意 热盒完成之后 那么我们就进行了 这个什么 进行了这一个 往后面进行 这个压紧 是吧 热盒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压紧管轮 然后压紧管轮之后 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的这一个 鼻梁线的话 它进行了这个什么 进行了这一个折叠 这里有一块折叠板 还有没有 这一块折叠板 这一块红色的板子 就是我们的 将我们耳带线 进行这一个折叠 是吧 好那么折叠之后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口罩的话 还没有裁切 是吧 它经过了这个什么 经过了这个热盒 还有压紧的话 它还没有裁切 所以在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什么裁切 这一个滚轮 是吧 进行了我们口罩 每一个个底的一个裁切 因为前面的话 是连在一起的 好裁切完成之后 进行了这个什么 进行了这一个压紧 压紧之后 然后进行这个收废料 也就是说 到这个最后一个工位的话 在这里的话 它就会将我们的成品 进行这个输出 这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口罩机的话 它从这个什么 从这个入料 到这个什么 到这个出成品的话 它就是一条线体 进行这样的一个流程 的一个工序制造 那么全机器 是吧 这一块线体的话 它只要一个人 就可以操作 实现了这个什么 高速化 以及这个什么 高效率 低成本的这一个生产 所以这一台设备的话 它的这个流程 以及它的这个组成的话 是非常的一个复杂 所以同学们 那么我们会在 这一个巴扁的 这个腾讯科朗 进行这个详细分析 我们的这个口罩照片 如果是感兴趣同学 可以赶紧加一下 屏幕上方的这个学习群 我们一起来进行 这个系统学习 好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到了 这个生产线的 一个机构组成 我们讲到它的 一个动作流程分析 是不是 那么同学们 如果是对于 我们的口罩机的 一个机构组成 和流程分析 还有需要补充的话 可以在这个视频 下方评论 我是哲优老师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